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聖誕節快樂 今天QQ和大家分享如何做賤子燈罩 材料很簡單 一包宜嘉嘉絲的餐紙巾 釘書機和雙面膠 我們需要用餐巾 將它們做成一朵朵的賤子花 然後將它黏在燈罩上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大家除了用白色的餐巾之外 也可以用不同顏色的餐巾 至於刺紙花的做法非常簡單 我們將手指放在餐巾的中心點 然後攬起來 然後用釘書機 在埋口三寸的位置釘死它 然後將端端位向後屈 雙面膠質黏的部分 就是在面那一陣 摺了一個末端再黏 這樣花就會一朵朵降起 不會一劈 這樣 想燈罩更加鬆 我們可以稍為整理一下紙巾 記住DIY紙巾燈 一定要用LED的燈膽 QQ的家裡 並沒有豪華的裝修 大部分擺設都是我自己DIY做的 只要肯發心思 美化家居 好易事 希望大家喜歡QQ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Bye 想學畫美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之後QQ的影片 記得Like和Subscribe